每一個部分都有不同的主題 這部分的主題就是兩個字的經驗 首先,當然先看一看啤牌 每一隻都不一樣 就是正常的啤牌 是 好嗎 好 好,然後… 美琪 好,幫我拿一隻出來,這麼簡單 看不看? 自己看了它 不要讓它看 對,可以讓鏡頭看 然後… 嘉敏,拿一隻 拿出來 讓觀眾看,自己看 但不要讓Louis看 拿出來… 對了,然後看了它 是 好嗎 好 好,不要讓我看 然後我想… 美琪,10至15分之中想一個數字 好 我想你從這一刻開始 不斷想這個數字 千萬不要忘記,非常重要 然後幫我 在你們選擇的項目上簽個名字 不是背面,是正面 正面 給大家 我的隻龜 真的說我的隻龜 看好了嗎 好 好,看好了 然後給我… 好,放進去 這個位置 好 嘉敏,試進去 好,都看到 兩隻龜牌在這裡 是 放進去 然後美琪,先放下肚骨 很緊張 幫我做一件事 很危險 很簡單而已 扶著這顆龜牌 這樣 不用捉得很緊,剛好扶著它 很害怕 你又怎樣弄得很害怕 很緊張 對,非常好 不用捉得很緊 剛好碰著,外面的位置碰著 對,到現在這一刻開始 大家都不明白為何 這個龜牌魔術和驚險有甚麼關係 對 看了那麼久 因為你們還沒看到這件 插進去… 這塊很危險 一把小刀 插進去哪個位置 我要用這把小刀去找美琪 加油 你選一把龜牌出來 加油 嘉敏,觀眾,千萬不要學 千萬不要學 很簡單 這是專人訓練家 千萬不要學 真的插進去嗎 好 你小心,小心點 你心裡有個數字吧 我數一、二、三的時候 大聲說我的數字出來 有動的 好,準備了 一、二、三 十三 你看,那些龜牌真的穿了一個洞 看到我刺了一疊龜牌出來 是 我們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這張是第十三隻龜牌 應該是我的那張 自己拿回來看看 開來看看 是否你簽名的那張 很厲害… 怎樣?美琪,覺得魔術有經驗嗎 有點害怕 因為我怕你刺錯了旁邊 是嗎?對我來說 就覺得普普通通 因為接下來的部分 才是最驚險的部分 神經的家文 是 牌子拿著牌 沒有刺激… 有影韌刺激 大家一起跟我過來就可以了 好,過來這邊 阿文,最驚險就教你了 家文拿著這件事 要負心得很驚險 你們先站在這裡 大家不用這麼緊張 這張牌子很驚險 危險的那隻並不是那隻手牌 那邊咬我,要認真一點 對… 是那隻手牌子 先看你 甚麼名牌子 這件事 甚麼名牌子 甚麼名牌子 很危險 這裡有一枝弓 給大家看看他的威力是怎樣 我可以不看嗎 你說話… 你要熟悉一點… 我自己也看著這邊 進去,你說話… 你別轉過來 我不要射錯 你找甚麼玩意 好 家文幫我拿一枝箭下來 那你站過去… 拿一枝箭下來,不用太緊張 那你站過去 拿一枝箭下來 之後不幫我嘗試 先拿下來 玩不玩 挺困難的吧 你很差勁,很可憐 拿下來… 然後跟我過來這邊 我背不跟著你 我真的很害怕 是這麼鐵的事 過來 乖,坐下吧 坐下… 沒錯,先坐下… 先坐下… 玩甚麼爆波波 握著球 愛好重 坐好一點 對,盡量貼著椅背 很害怕 戴著氣球 不會有危險 然後潮海和… 海恩… 我來這邊 好,潮海在這裡 很簡單,你們兩個做的 就是幫我按著球牌就行了 我的球牌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 盡量抹著左手,用你拍大一點 對,按著它 海恩,左手… 不會有錯 說一句,不是這麼說的 按住 怎麼會安全 在大概這個位置 非常好 潮海也是 好 好 對 好 按著球牌 要拉著球牌嗎 好,不要動 但我覺得我看到的 也… 也不是很厲害 如果要比較厲害的話 弄個眼罩給他 他怕見血 是 有甚麼要說 報紙 沒有… 給你報紙 你遮住嗎? 他見血會暈倒 看不到 我看不到會穩固 好,會比較好玩 這個位置有點辛苦 幫我保持 用力拖拖 好,然後嘉敏到你了 不要了 坐直骨就可以了 我的天啊 很簡單的,挺直 對,然後幫我頂著球 你頂住 你頂住 你打算射球嗎? 我好害怕 我最怕他不打算射球 你打算射球 你打算射球 他的手 很可怕 很可怕 不過千萬別動 不要 看著這邊 你們有甚麼說話要說嗎? Toto,我愛你 等等,我覺得… 聊得不太準 我加上這個 再用這個就好一點 很可怕 準備 不要 1 2 3 你沒事吧… 他們沒有喊 我… 嘉敏,過來這邊… 看到嗎? 插著箭上去 不要動你們 現在可以放手了 放手…站起來 放手… 慘了 你連射了一隻牌子 被箭射住了 告訴大家 這隻是否你簽名的 是 看到你的小龜嗎 是小龜 很可怕,我還沒害怕 不好意思,嚇壞你們 好了